其實這個做法 很明顯我跟大家分析了、拆解了 就是奪權的三部曲 第一,如果他們五大訴求政府不答應的話 他們在立法會的所有議案就會否決 否決了之後 他們也會用一些方法去迫使行政長官下台 由現在到9月立法會 如果現在我們看到立法會 其實這班泛部派是未過半的 未過半的情況會怎樣呢? 他們就會煽動人們上街去搞街頭暴力 和市民攬炒 到9月如果被他們選到過半 他們就會在議會否決所有議案 和議會攬炒 即是在街上市民民不聊生 而議會內所有的制度和功能都會崩壞 即是政府撕不到證 最終的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整個香港都會被這班泛部派攬炒 我們香港就會變成爛港 這班聲稱為香港好 但不斷在破壞香港 要脅要攬炒香港 要全香港的人都屈服在他們政治威迫下的泛部派議 他們不介意看到香港有損害 他們不介意整個香港變成爛港 他們不介意香港的施政不暢順 如果大家不臣服在他們的政治威迫下 他們就推大家的子女去上街 去煽動他們犯法 令他們的人生更精彩 這就是一個威脅 他樂見 甚至乎捨得見到香港 這樣爛下去 那大家可以看看 他們是不是就是為了香港好 這個根本 就說得出 這班泛部派的議員 就是所羅門王 故事中 那個舞牌的婦人 是 那是 那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